蓝宇即将迎来旅游的旺季 在当地卫生所服务四年的美女医师黄金伟 以过去看诊所累计的经验 编写了30项的旅游安全须知 公开分享在个人的脸书上 还特别附上清凉养眼的比基尼泳装照 果然成功达到了宣传的效果 吸引了超过2000人次来按赞分享 甜美笑容搭配一身度假风比基尼泳装 搅好身材一览无遗 不说还以为是哪位正媒网红 但其实她是一名急诊专科医师 目前服务于蓝宇乡卫生所 之所以会在脸书晒蜡照 其实是为了宣导旅游安全须知 因为就是这两三年在蓝宇乡所 就看到很多游客因为一些意外受到 点开美女医师黄金伟的脸书贴文 第一喝酒不骑车骑车不喝酒 第二骑车要戴安全帽 第三注意行车安全 第四蓝宇路况不佳放慢车速 第五小心猪羊狗螃蟹 杨杨沙沙写了一大篇 黄金伟把历年看诊累积的经验 整理成30项注意事项 当中又属骄岩割伤 自摔和赛伤事件数量居前三名 酒驾蛮常见 然后就是真的很多人都不戴安全帽 不过其实蓝宇的路况很差 所以是建议一定要就是遵守安全 医师黄金伟连年在旅游旺季前发微教文 但成效不如预期 所吸引今年放大绝招 贴出图文不符的比基尼罩宣传文 希望吸引大家的眼球 减轻岛上医疗资源不足的压力 果然成功吸引超过2000人次按赞分享 进行社交会台东市报道 不赔 我们下迟到最后启车 也应该收到最后启车